资质通鉴卷第39 汉记三十一 淮阳王 更是元年 春征月甲子硕 汉兵与夏江兵 共攻真父梁秋次 展之 杀士族二万余人 王莽纳言将军言由 至宗将军陈茂 引兵欲聚冤 流言与战于玉阳下 大破之 遂为冤 先是 清徐贼众随数十万人 岂无文书号令经其不屈 即汉兵起 积称将军 攻城略地 遗书称说 满文之史句 冲灵代侯曾孙玄 在平邻兵中 号更是将军 十汉兵已十余万 诸将亦以兵多而无所统一 玉立流逝已从人望 南洋豪杰及王长等皆玉立流言 而新是平邻将帅乐放纵 但眼威名 贪玄懦弱 先共定策立之 然后照眼视其意 演曰 朱将军 姓玉遵立宗室 甚厚 然今赤梅起清徐 众数十万 闻南洋立宗室 恐赤梅富有所立 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 是宜天下而自损权 非所以破莽也 充灵去冤三百里尔 据自尊利 为天下准地 使后人得成无弊 非济之善者也 不如且称王以号令 王室亦足以斩诸将 若赤梅所立者贤 相率而往从之 必不夺无爵位 若无所立 破莽 祥赤梅 然后举尊号 亦未完也 朱将多曰 善 张卯拔剑基地曰 一事无功 今日之意不得有二 众皆从之 二月新四朔 设坛场于御水上沙中 玄疾皇帝位 南面立 朝群臣 羞愧流汉 举手不能言 于是大赦 改缘 以族父梁为国三老 王宽为定国上公 王奉为成国上公 朱伟为大司马 刘衍为大司徒 陈墓为大司空 于皆九卿将军 由是豪杰失望 多不服 王莽玉玉 外侍自安 乃染其顶发 立杜灵使臣女为皇后 至后宫 卫号是宫卿大夫 元侍者 凡百二十人 莽舍天下 赵 王匡哀张等 讨清徐盗贼 言由陈茂等 讨钱对丑鲁 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赴迷惑不解散 将遣大司空 龙心公 将百万之师 搅决之矣 三月 王奉与太长 偏将军 刘秀等 讯昆阳 定陵 演 接下之 王莽文 言由陈茂拜 乃浅司空 王毅迟传 与司徒王寻 发兵平定山东 征诸明兵法六十三家 以备军力 以常人巨无霸为累位 又驱诸猛兽虎报西巷之署 以驻威武 亦至洛阳 周郡各选精兵 牧首自将 定会者四十三万人 号百万 于再道者 经其资重千里不绝 下五月 寻意难出影川 与言由陈茂合 诸将见寻意兵胜 皆返走 入昆阳 黄布 忧念七奴 欲散归诸城 刘秀曰 仅兵谱既少 而外寇强大 并利欲知 公术可立 如欲分散 事无拒权 且冤成未拔 不能相救 昆阳几拔 一日之间 诸步亦灭矣 仅不同心胜 共举功名 返欲守妻子财务业 诸将怒曰 刘将军何敢如是 秀孝而起 会后继还 言 大兵且至城北 君阵数百里 不见其后 诸将肃清秀 即破极 乃相卫曰 更请刘将军记之 秀赴卫图画成败 诸将皆曰 诺 诗城中 唯有八九千人 秀使王凤与庭卫大将军 王长守昆阳 叶与武威将军 李毅等十三计 出城南门 于外收兵 诗莽兵道城下者且十万 秀等积不得出 寻意纵兵为昆阳 言游说一曰 昆阳成小而间 今贾号者再冤 即进大兵 彼必奔走 冤拜昆阳自拂 一曰 吾西为宅意 作不生德以见则让 今将百万之众 欲成而不能下 非所以是微也 党先徒此城 谍血而尽 前歌后舞 故不快夜 遂为之数十重 列影百数 争骨之声闻数十里 或为地道充蓬壮城 激怒乱发 诗下如雨 城中附户而及 王奉等起降 不许 寻意自以为功在陋刻 不以军事为忧 言游曰 兵法 为成为之缺 以使得意出 以不冤下 意又不听 吉阳首长陈鹏 与前队二言阅 共守冤城 汉兵攻之数月 城中人相识 乃举城祥 庚使入都之 诸将遇杀鹏 流言阅 鹏郡之大力 执心固守 是其结也 今举大事 当表义事 不如封之 庚使乃封鹏 为归得侯 刘秀致眼定灵 西发朱营兵 朱将贪惜财物 与分兵守之 秀曰 今若破敌 珍宝万倍 大功可成 如为所败 首领无余 何财物之有 乃西发之 六月吉卯硕 秀与朱营俱进 自将不计千余为前锋 去大军四五里而阵 寻意意浅兵数千合战 秀奔之 斩首数十级 朱将喜悦 刘将军平生 见小敌妾 今见大敌勇 甚可怪也 且复居前 请助将军 秀附近 寻意兵雀 朱部共成之 斩首数百千级 连胜 岁前 朱将胆气异壮 吾部依当百 秀 朱将军平生 从城西水上冲起中间 寻意意之 自将万余人行阵 赤朱营 即暗部无得动 独营与汉兵战 不利 大军不敢善相救 寻意阵乱 汉兵承锐崩之 碎沙王寻 城中意鼓噪而出 中外河势振动天地 莽兵大溃 走者相腾剑 浮尸百余里 毁大雷风 乌瓦皆飞 雨下如注 智川圣意 虎豹皆鼓战 士族覆水逆死者已万数 水为不流 王毅言由陈茂 轻记 尝死人渡水逃去 尽获其军时资重 不可生算 举之连月不尽 或凡烧其余 士族奔走各还其郡 王毅独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洛阳 观中闻之阵恐 于是海内豪杰 昔然响应 皆杀其墓首 自称将军 用汉年号以待诏命 寻月之间便于天下 莽闻汉兵言 莽镇沙孝平皇帝 乃会恭清于王禄堂 开所谓平地请命金藤之策 弃以示群臣 刘秀 附认颖川 攻复城不下 屯兵金车厢 颖川郡院防疫兼武县 为汉兵所获 易约 亦有老母在复城 愿归 据武城以孝公报德 秀许之 义归 为副城长苗蒙曰 诸将多报恨 读刘将军所道不掳掠 观其言语举止 非庸人也 遂与蒙帅武县已详 新世平林诸将 以流眼兄弟威名日盛 因劝耕始除之 秀未掩曰 视欲不善 眼孝曰 长如视耳 刚始大会诸将 取眼宝剑视之 秀依玉使身图见 随献欲绝 刚始不敢发 眼旧樊红 为眼曰 见得吾有范增之意乎 眼不应 李毅出于眼兄弟善 后刚产事新贵 秀借眼曰 此人不可负信 眼不从 眼部将刘继 永贯三军 闻耕始立 怒曰 本起兵图大事者 博生兄弟也 仅耕始何为者也 庚始以继为抗威将军 既不肯败 庚始难与诸将陈兵数千人 先收继 将诛之 眼固正 礼义诸伟因劝庚始并直眼 即日杀之 以族兄光禄勋赐为大司徒 秀文之 自复城迟亦惋谢 司徒官署 赢调秀 秀不予交私语 为身隐过而已 未尝自罚昆阳之功 又不敢畏眼扶桑 饮食言孝如平常 耕食以为残 拜秀为破鲁大将军 封五信侯 道士西门军会为王莽魏将军王设约 趁闻刘氏当复兴 国师公姓名事也 设遂与国师公刘秀 大司马董忠 司忠大赘孙吉谋 以所步兵结莽降汉 以全宗族 九七月 即以其谋告莽 莽赵中结责 因格杀之 石虎奔以枕马剑错终 收其宗族 以纯息毒药白刃从吉 并一砍而埋之 秀赦皆自杀 莽以其谋肉旧臣 勿其内溃 故隐其诛 莽以军师外破大臣内叛 左右无所信 不能赴远念郡国 乃赵王一环为大司马 以大长丘张寒为大司徒 催发为大司空 思中寿终 兽容苗心 为国师 莽幽闷不能食 但饮酒淡赴予 读军书卷 因平姬媚 不复就诊矣 成终终 为崔伟义 上归阳广 继人邹宗 同起兵以应汉 攻平香 沙莽阵容大隐礼玉 崔兄子萧 素有名 号经书 崔等共推为上将军 崔为白虎将军 亦为左将军 萧前使 聘平陵方望已为军师 望税萧立高庙于义东 己四 此高祖 太宗 世宗 萧等皆昌臣直士 沙玛同盟 以兴达留宗 以兴辞郁国 赎莽罪恶 乐兵十万 击杀雍周牧陈庆 安定大隐王相 分遣诸将 逊隆西武都 金城武威 张业九泉敦黄 皆下之 初 茂陈庆公孙树为清水长 有能名 千岛江族政至林琼 汉兵起南阳宗城 商人王残起兵训汉中以应汉 杀王莽拥布墓送尊 众和数万人 数前使 营长等 长等至成都 鲁略暴横 数兆郡中豪杰未曰 天下同苦心事 死流逝久矣 故闻汉将军道 持营道路 今百姓无辜而父子戏祸 此寇贼非一兵也 乃使人诈称汉使者 贾述俯汉将军 蜀郡太守 兼一周目印寿 选精兵 袭击成等 杀之并其重 前中武侯刘旺 起兵汉兵汉流汉 启兵汉陈茂 往归之 八月 旺疾皇帝位 以尤为大司马 茂为丞相 王芒使太师王匡 国将埃章守洛阳 庚使遣定国上宫王匡 攻洛阳 西炳大将军申图建 丞相司职李松 攻武官 三府镇洞 西人邓业余匡 起兵南乡以应汉 攻武官都尉诸蒙 蒙祥 进攻幼队大夫宋刚 杀之 西拔虎 莽玉忧 不知所出 催发言 古者国有大灾 则枯以压之 以告天以求救 芒乃帅群臣至南郊 臣其拂命本末 仰天大哭 弃尽 扶而叩头 诸生小民 旦夕会哭 未设参州 慎悲哀者 除以为郎 郎制五千余人 芒拜将军九人 皆以虎为号 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以东 那其妻子宫中以为智 十省中黄金 赏六十余万斤 他财物称事 芒欲爱之 赐九虎侍人四千钱 众众愿无斗义 九虎至话音回夕 俱爱自首 鱼匡邓叶击之 六虎败走 二虎亦却归死 芒时时则死者安在 皆自杀 其四虎亡 三虎收散足 保卫口惊尸仓 邓叶开武官 迎汉兵 李松将三千余人至湖 与叶等共攻京师仓 卫下 叶以洪农院王献为校尉 将数百人北渡卫 入左平义界 李松前 偏将军韩晨等 静西至新丰 鸡莽波水将军 追奔至长门宫 王献北至贫阳 所过迎祥 诸宪大姓 各起兵称汉将军 率众随宪 李松邓叶引君志话音 而长安旁兵四会成下 又闻天水伟士方道 解征裕入城 谈立大功鲁掠之力 莽舍城中囚徒 皆授兵 沙西引其血 与士曰 由不畏新侍者 设轨济之 使庚使将军使臣将之 渡魏桥 解散走 臣空环 众兵发掘莽七子父祖种 烧其官果及酒庙 明堂 辟庸 火照成中 九月雾身术 兵从宣平城门入 张寒逢兵剑杀 王毅 王林 王巡 大运等分将兵聚姬北阙下 毁日暮 官府底地进奔王 即有 集有 城中少年 朱棘 章鱼等 孔剑鲁掠 屈宣并合 稍作士门 抚敬法踏 呼曰 凡鲁王莽 何不出降 火急亭业 成名 黄黄世主所居 黄黄黄世主约 何面目已见汉家 自投火中而死 莽闭火宣示前殿 火则随之 莽干军服 持余地匕首 天文郎 天文郎暗世于前 莽玄席随斗柄而坐 曰 天生得于余 汉兵其如于何 更须且明 群臣服夜莽自前殿之间台 公卿从官 上千余人随之 王毅昼夜战 疲急 誓死伤略尽 持入宫 见官至奸台 见其子侍中目 解衣官遇逃 亦斥之 令还 父子供守莽 军人入殿中 文莽在奸台 众共为之数百重 台上有语相射 使尽 短兵阶 王毅父子代孕王寻战死 莽入室 下不时 众兵上台 苗新 唐尊 王胜等皆死 商人杜无杀莽 校尾东海公兵就斩莽首 军人分莽身 解解联分 争相杀者数十人 宫兵就斩莽首 亦王县 县自称汉大将军 城中兵数十万皆属颜 设东宫 弃满后宫 长骑车扶 鬼丑 李松 邓业入长安 将军赵蒙身图见异志 以王县得喜寿不上 多邪宫女 见天子古旗 收斩之 转莽首一渊 玄于是 百姓共抵击之 或切拾其蛇 颁故赞约 王莽拾其外妻 折结立行 以妖名玉 即位居辅正 勤劳国家 直道而行 其所谓色取人而行为者耶 莽既不仁 而有宁邪之才 又成四父立世之权 遭汉中威 国统三绝 而太后受考 为之宗主 故得四其兼特 以成篡道之祸 推誓言之 亦天时 非人力之志矣 及其切位难免 颠覆之事 显于节奏 而莽艳然 自已黄于复出也 乃使自虽奋其威诈 独流诸夏 乱言蛮没 尤未足以尝其欲焉 是以四海之内 硝然丧其乐生之心 中外奋愿远近俱发 城池不守 肢体分裂 遂令天下诚意为虚 害便生民 自书传所载 乱臣贼子 考其祸拜 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习秦凡诗书 以利思议 莽宋六亿 以文兼言 同归殊途 俱用灭亡 解圣王之驱除云尔 定国上宫王匡 拔洛阳 生父莽太师王匡哀张 皆斩之 冬 十月 奋威大将军刘信 击杀刘望于汝南 并诸言由陈茂 郡县皆祥 庚使江都洛阳 以刘秀行私利校尉 使前整修功夫 秀乃至辽蜀 做文仪 从事思察 依如旧章 十三府立市东营庚使 见诸将过 皆贯责而服妇人依 莫不孝之 即见私利辽蜀 皆欢喜不自生 老历或垂涕替曰 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夷 由侍使使者皆心属焉 庚使北都洛阳 分遣使者殉俊国 曰 先祥者赴爵位 使者至上谷 上谷太守 扶风耿旷营 上印寿 使者纳之 一肃无还义 公曹寇寻乐兵入见使者 请之 使者不语 曰 天王使者 公曹欲邪之也 询曰 非感谢使君 妾商计之不详也 仅天下出定 使君见解贤命 郡国莫不严谨清耳 今使至上谷而先辉大信 将父何以号令他俊呼 使者不应 寻斥左右 以使者命照矿 矿制 寻进取印寿带矿 使者不得已 乃常治照之 矿寿而归 冤人彭宠吴汉 亡命在渝阳 乡人韩红 为耕使使 逊北州 常治拜宠偏将军 行渝阳太守事 以汉为安乐令 耕使前使祥赤眉 樊崇等闻汉士复兴 及刘骑兵 将瞿帅二十余人 随使者至洛阳 耕使皆封为列侯 崇党既未有国义 而留众稍有离畔者 乃父王归其盈 王莽卢江连帅 尹川里县 聚郡自首 成淮南王 故梁王立之子 永亦洛阳 耕使封为梁王 都虽阳 耕使御令亲近大将迅河北 大司徒赐言 诸家子读有文书可用 诸为等已为不可 耕使胡怡 赐身劝之 耕使难以留秀行大司马事 持节北渡河 镇魏周郡 以大司徒赐为丞相 领先入官 修宗庙公事 大司马秀至河北 所过郡县 考察官吏 处置能否 平浅囚徒 除王莽科正 富汉官名 利民喜悦 争持牛酒迎烙 秀皆不受 南洋荡宇 帐策追秀 急于夜 秀曰 我得专丰拜 生远来 宁欲是乎 宇曰 不愿也 秀曰 即如是何欲为 宇曰 但愿民工威德加于四海 宇得孝极尺寸 垂功名于竹伯尔 秀孝 因流速见语 宇晋岁曰 今山东未安 赤眉清毒之暑动以万暑 宇始既是常财 而不自听断 诸将皆庸人屈起 志在财币 征用威力 朝夕自快而已 非有忠良明智 身律远途 欲尊主安民者也 历观亡古圣人之心 二科而已 天时与人事也 今以天时观之 更时既历而栽变方兴 以人事观之 帝王大业匪凡夫所认 分崩离析 行事可见 民工虽见翻腐之功 有恐无所成立也 况民工素有圣德大功 为天下所向福 君正其速 赏罚民信 为今之计 莫如阎揽英雄 物悦民心 立高祖之业 就万民之命 以功而律 天下不足定也 秀大悦 因令语 素指于忠 语定计议 每认识诸将 多访于语 皆荡其才 秀自凶眼之死 每独居 折不欲酒肉 真喜有涕气处 主不逢义 独叩头宽僻 秀指之曰 情勿妄言 亦因尽说曰 更是正乱 百姓无所依待 夫人 夫人酒饥渴 亦为冲暴 金工专命方面 以分前官署 训行郡县 宣布会择 秀纳之 既都为宋子耿纯 夜秀于邯郸 退 见官署降兵法度 不与他降同 遂自解纳 故赵木王子林 睡秀 绝猎人河水 以贯赤梅 秀不从 去之真定 林肃任侠于赵魏间 王莽时 长安中有自称 长帝子子鱼者 莽杀之 邯郸补者王郎 元氏乍称真子鱼 云 母故长帝欧者 常见黄契从下上 遂任身 赵后遇害之 为一他人子 以故得权 林等信之 与赵国大侯 李玉 张参等 谋共利郎 毁民间传 赤梅江渡河 林等因此宣言 赤梅当立刘子鱼 以观众心 百姓多信之 十二月 林等帅车记数百 沉入邯郸城 至于王公 立郎为天子 分遣将帅 训下幽记 以席周郡 赵国以北 辽东以西 皆望风响应 二年春正月 大司马秀以王郎新圣 乃北训记 申图见李松 自长安 赢庚史千都 二月 庚史发洛阳 初 三府豪杰 贾号诸芒者 人人皆望风侯 申图见 身图建 寄展王宪 有扬言 三府儿大侠共杀其主 利民惶恐 主宪团聚 建等不能下 庚史至长安 乃下诏大赦 非王芒子他皆除其罪 于是三府西平 石长安 为魏央公被焚 其于公室 公账 仓库 官府 皆暗赌如故 事理不改于旧 庚史局长乐公 生前殿 郎历已刺列亭中 庚史修作 俯首瓜席 不敢试 诸将后智者 庚史问 鲁掠得几何 左右士官 皆公省久力 惊恶相试 李松宇吉阳赵盟 睡庚史 以西望诸功臣 诸为正之 以为高祖曰 非流氏不旺 庚史乃先锋诸宗氏 旨为定陶王 庆为阴王 西为元氏王 家为汉中王 次为冤王 信为汝阴王 然后立王医王 然后立王区为紫阳王 王凤为夷成王 诸伟为焦东王 王长为邓王 身图建为平氏王 陈牧为殷平王 卫卫大将军张昂为淮阳王 直今吴大将军 廖战为阳王 上书胡阴为隋王 驻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 武为中郎将李毅为武阴王 水恒大将军承担为湘义王 票计大将军宗挑为影阴王 隐尊为燕王 隐尊为燕王 为诸伟词不寿 乃远卫乃 乃以兵 乃义王 语为念头 义宇黄王 汪秀少 乃以慰为邓大司马 使于李毅邓等 政府关东 又使李通镇惊州 王常行南洋太守事 以李松为丞相 赵蒙为诱大司马 共饼内刃 刚使那赵蒙女为夫人 故伪正于蒙 日夜饮宴后庭 群臣欲言事 折罪不能见 时不得已 乃令事中作为忠于语 韩夫人游事酒 美事饮 见长事奏事 折怒曰 地方对我饮 正用此时迟事来耶 起抵破书案 赵蒙专权 生杀自自 狼里有睡蒙放纵者 耕使怒 拔剑斩之 自是无感复言 以致群小善夫 解烂寿观觉 长安为之宇约 造下养中狼将 滥羊位 浪羊位 济都位 滥羊头 观内侯 军师将军 李书 上书 建约 陛下定业 虽因下江平临之事 私盖 临时寄用 不可施之寄安 为名语器 圣人所重 尽加飞其人 望其避益万分 由原木求鱼 生山彩珠 海内望此 有以窥夺汉座 更使怒求之 诸将在外者 皆专行诸赏 各至牧首 周俊交错 不知所从 由是观中离心 四海怨叛 更使征为萧 及其叔父崔毅等 萧将行 方望以更使成败未可知 故止之 萧不听 望以书辞谢而去 萧等至长安 更使以萧为右将军 崔毅阶及旧号 耿旷遣其子眼 奉奏一长安 言十年二十一 行至宋子会王郎起 言从立孙苍未包曰 留子于成帝正统 舍此不归 愿行安之 言暗见曰 子于避贼 足为祥卢尔 我至长安 与国家陈上古 渔阳兵马 归发突骑 以临乌合之众 如摧枯折服尔 管公等不识去旧 足灭不久也 苍包遂亡 降亡郎 言文大司马秀 在卢奴 乃池北上叶 秀流鼠掌力 与据北至迹 王郎一席够秀十万户 秀令公曹令使 应川王霸至室中 牧人积王郎 侍人皆大孝 举手也余之 霸残聚而返 秀将难归 耿衍曰 今兵从南方来 不可难行 于阳太守彭宠 功之一人 上古太守 及掩父也 发子两郡 空闲万计 寒丹不足律也 秀观鼠复心 皆不肯 曰 此上难守 奈何北行入囊中 秀之掩曰 是我北道主人也 会顾广阳王子接 起兵济中以应郎 城内扰乱 沿邯丹使者方道 二千旦以下 皆出营 于是 秀促驾而出 至南城门 门已闭 功之得出 遂晨夜难迟 不敢入城邑 设时道旁 至吴楼亭 时天烈寒 逢亦上斗舟 至饶阳 观鼠皆伐时 秀乃自称 邯丹使者 入转舍 转立方进时 从者机 争夺之 转立以其尾 乃垂骨数时痛 代言 邯丹将军至 观鼠皆失色 秀升车欲持 继而拒不免 徐还坐 曰 请邯丹将军入 九 乃驾去 晨夜奸行 蒙泛双雪 面皆破裂 至夏驱阳 传闻王郎兵在后 从者皆恐 致呼陀河 后立环白 河水流丝 无船 不可寄 秀使王霸 往事之 霸孔经重 欲且前 足水环 即鬼曰 冰尖可渡 官鼠皆喜 秀孝曰 后立 果望于也 岁前 碎前 必至河 河兵亦合 乃令王霸忽度 未必数祭而兵解 至南宫 与大风雨 秀引车入道旁空舍 逢亦抱心 邓雨若火 秀对灶疗衣 逢亦附近卖饭 尽至夏伯承熙 黄霍不知所知 有白衣老父在道旁 指曰 努力 信都郡为长安城守 去此八十里 秀吉池赴之 事时郡国皆以降王郎 独信都太守南洋人光 何荣太守 信都匹荣不肯从 光自已孤城独守 恐不能全 闻秀至大喜 利民皆称万岁 披荣 易自何荣来会 易者多言可 因信都兵自诵 西桓长安 披荣曰 利民歌吟思汗久矣 故耕时举尊号 而天下响应 三府清宫除道 以赢之 仅补者 王郎 甲鸣因氏 曲及乌河之众 遂震燕赵之地 无有根本之故 明宫奋二郡之兵 以讨之 何患不克 仅誓此而归 企图空师河北 必更惊动三府 灰损危重 匪济之得者也 若民工 无负征法之意 则虽信都之兵 游难会也 何者 民工济息 则邯郸是成 民不肯捐父母 被承主 而千里送公 其离散王桃 可避也 秀乃止 秀以二郡兵若 欲入长头子路 立子都军中 人光已为不可 乃发旁县 得精兵四千人 拜人光为左大将军 信都都尉 李忠为右大将军 披荣为后大将军 何荣太守如故 信都令万修为偏将军 皆封列侯 留南洋宗广 领信都太守事 使人光礼中万修 将兵已从 披荣将兵居前 人光乃多作习文曰 大司马刘公 将长头子路 立子都 兵百万众 从东方来 积诸繁鲁 潜记 持至巨路界中 立民得喜 传乡告语 秀投目入 唐阳界 多张既火 弥满则中 唐阳吉祥 又姬市县 祥之 城头子路者 东平原增也 扣略何几间 有众二十余万 立子都有众六七万 故秀玉一之 昌城人留职 聚兵数千人聚昌城 迎秀 秀以职为小继将军 耿纯率宗族宾客 二千余人 老病者皆在目自随 迎秀于玉 拜纯为前将军 进宫下屈阳 祥之 众烧和 至数万人 赴北极中山 耿纯恐宗家怀一心 乃使从地心速归 烧炉舍 以崛起反顾之望 秀进拔卢奴 所过法班命兵 移席边郡 共积邯郡 郡县环复响应 时真定亡羊 起兵父王郎 众十余万 秀浅留职 睡羊 羊乃祥 秀音留 秀浅定 那扬生郭氏为夫人 已劫之 进击元氏 房子 皆下之 至号 击斩王郎将 李运 至伯仁 覆破 郎将李玉 玉环宝城 攻之不下 南正人 阎岩层 起兵具汉中 汉中王家 基祥之 有众数十万 校尉南阳甲父 见耕史正乱 乃睡家月 今天下未定 而大王安守所保 所保得无不可保护 家月 清言大 非无人也 大司马在河北 必能相用 乃为书 见父及掌史 南阳臣郡于刘秀 父等见秀于伯仁 秀以父为破鲁将军 郡为安吉愿 秀赦中而犯法 君侍令应传祭尊 格杀之 秀怒命收尊 主部臣父建曰 民公常遇众军整齐 今尊奉法不必 是教令所行也 乃是之 以为次间将军 为诸将曰 当被祭尊 无涉中而犯法上杀之 必不思诸卿也 初 王莽继杀报宣 上党都尉陆平 行与杀其子永 太守苟建保护之 永犹是得权 庚使征永为尚书普业 行大将军事 降兵安及河东并州 得自治偏僻 永至河东即清毒 大破之 以逢衍为立汉将军 屯太元 居上党太守田义等 善甲仰士 以捍卫病土 或睡大司马秀 以守伯人 不如定巨路 秀乃引兵 东北拔广阿 秀批于地图 指示荡宇曰 天下郡国如是 今时乃得其一 自前言 已无虑天下不足定 何也 宇曰 方今海内小乱 人思明君 由赤子之墓慈母 古之兴者 在德伯后 不以大小也 冀中之乱 耿眼与刘秀相师 北走昌平 就其富旷 因税旷积邯郸 时亡郎遣将 训于阳上谷 即发其兵 北周疑惑 多欲从之 上谷公曹寇寻 门下院 闽夜税旷曰 邯郸拔起 难可信向 大司马 刘伯生母帝 遵贤下士 可以归之 旷曰 邯郸方圣 力不能独具 如何 对曰 今上谷完时 空贤万计 可以降则去救 寻请东曰于阳 其心合众 邯郸不足土也 旷然之 潜寻东曰彭宠 欲各发突计二千匹 步兵千人 亦大司马袖 安乐令无憾 护君葛言 胡奴令王良 亦劝宠从袖 宠以为然 而官属皆欲赴王郎 宠不能夺 汉出旨外庭 欲益如生 赵儿四之 问以所闻 声言 大司马刘公 所过为郡县所称 邯郸举尊号者 实非流氏 汉大喜 吉诺为秀 以席于阳 使生 积以一宠 令据以所闻 睡之 汇寇寻至 宠乃法部计三千人 以无憾行掌力 于葛言王良将之 南宫记 杀王郎大将 赵宏 寇寻寻 寇寻环 遂与上古长史景丹 及耿眼将兵巨南 与渝阳军河 所过积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 反斩首三万级 定桌郡中山巨鹿青河河间 反二十二线 前级广阿 闻城中车技慎重 丹等乐兵问曰 此何兵 曰 大司马刘公也 诸将喜 即进至丞下 丞下出传言 二郡兵为邯郸来 众皆恐 刘秀自登西城楼 乐兵问之 耿眼败于丞下 即赵入 巨鹰发兵状 秀乃西赵景丹等入 孝曰 邯郸将帅 朔言我发渝阳上古兵 吾辽应言 我亦发之 何亦二郡梁未无来 方与士大夫 供辞功名耳 乃以景丹 寇寻 耿眼 可言吾汉王梁 皆为偏将军 使还领骑兵 加耿矿 蓬宠 大将军 封 矿 宠 丹炎 皆为列侯 吾汉为人 至后少闻 造次不能以词自答 燃尘 燃尘后有志略 等与朔 建之于秀 秀 秀 建亲众之 耿时前 尚书令谢功 帅六将军 讨王郎 不能下 秀 致 与之和军 东为巨鹿 月余 未下 王郎 潜将 功 信都 大姓马虫等 开门纳之 耕时 潜兵 功破信都 秀 使李中环 行太守事 王郎 潜将 霓虹 刘凤 甩数万人 旧巨鹿 秀 逆战于南鸾 不利 景丹等 纵突计 姬之 红等 大败 秀 曰 吾文突计 天下精兵 今见其战 乐可言也 耿纯言于秀曰 九首巨鹿 势众疲蔽 不如及大兵精锐 进攻邯郸 若亡郎以诛 巨鹿不战自拂矣 秀从之 下四月 刘将军邓满手巨鹿 进军邯郸 连战破之 狼乃使其 剑大夫杜威 请祥 威亚称郎 使成帝遗体 秀曰 涉使成帝复生 天下不可得 狂乱扎自愚者呼 唯 威请求万户侯 秀曰 故得全身可以 威怒而去 秀及攻之 二十余日 五月假晨 郎少妇李立开门纳汉兵 碎把邯郸 郎夜王走 王霸追斩之 秀收狼文书 得立民与狼交官诽谤者数千章 秀不行 会诸将军烧之 曰 令反侧子自安 秀不分立足 各立诸君 事皆言怨属大树将军 大树将军者 偏将军逢一野 为人迁退步伐 斥立士非交战受敌 长行诸营之后 没所指设 诸将并作论功 一场独柄树下 故军中号约 大树将军 护军军军人诸护 言于秀曰 长安正乱 功有日脚之相 此天命也 秀曰 照刺监收护军 护乃不敢赴言 耕使前使历秀为萧王 西令霸兵 与诸将有功者 亦行在所 遣苗增为幽州墓 为顺为上古太守 蔡冲为渝阳太守 并北之部 萧王居寒郸宫 骤卧温明殿 耿掩入 造床下请见 因睡曰 历世死伤者多 请归上古一兵 萧王曰 王郎已破 河北略平 父用兵何位 言曰 王郎虽破 天下兵格乃十二 仅使者从西方来 欲罢兵 不可听也 同马赤梅之鼠数十倍 倍数十百万人 所向无前 圣功不能办也 拜必不久 萧王起座曰 秦师言 我展清 衍曰 大王哀后 衍如父子 故敢披赤心 萧王曰 我细轻耳 何以言之 言曰 百姓患苦亡莽 富思流逝 闻汉兵起 莫不欢喜 如去虎口 得归祠母 今更使为天子 而诸将 善命于山东 贵其纵横于都内 鲁掠自 圆圆扣心 更思满朝 是以知其必败也 公公明已住 以义征伐 天下可传习而定也 天下至重 公可自取 无令他性得之 萧王乃 此以河北为平 不就征 十二于更使 事实 诸贼 铜马 大铜 高虎 重连 铁径 大腔 由来 上江 清独 五孝 五番 五楼 富平 货所等 各领部区 众和数百万人 所在扣略 萧王玉姬之 乃拜吴汉耿衍 据为大将军 迟节 北伐幽州 石郡突济 苗增闻之 阴赤朱郡 不得应调 吴汉将二十计 先持至吴中 增出盈余禄 汉籍收增 斩之 耿衍到上古 一收 维顺 蔡冲 斩之 北周震害 于是 西发起兵 秋 萧王姬 同马于敲 吴汉将突济 来会青阳 驶马甚盛 汉西上兵部 于幕府 请所赋予 不敢自私 王亦重之 王以偏将军 配国诸服 为大将军 幽周墓 幽周墓 始至 继承 童马 时进 夜顿 萧王 追击于管桃 大破之 寿祥未尽 而高湖 仲连 从东南来 与 铜马 于众和 萧王 赋予大战于浦阳 西破 祥之 封其 徐帅 为列侯 诸将 未能信贼 降者 亦不自安 王知其意 赤令 降者 各归迎乐兵 自成 清济 暗行 布阵 降者 更相 预约 萧王 推斥 心 致人 腹中 安得 不投 似乎 游氏皆福 西以祥人分配诸将 众岁数十万 赤梅别帅 于清独 上江 大同 铁径 五番 十余万众 在摄犬 萧王 引兵进击 大破之 南迅河内 河内太守 韩新祥 出 谢公与萧王 共灭亡郎 朔与萧王 为吏 常遇 习萧王 为其兵强 而止 虽聚在 邯郸 虽分城 而处 然萧王 有以 为安之 公秦于 立直 萧王 常称之曰 谢上书 真立也 故不自宜 其其知之 常戒之曰 君与刘公 积不相能 而信其虚谈 终受质矣 公不纳 继而 公率其兵 数万 还屯于业 即萧王 南迹清独 使公 邀姬 由来于 龙绿山 公兵 大败 萧王 因公在外 使吴汉 与次奸大将军 陈鹏 席聚夜城 公不知 清济还夜 汉等收斩之 其众西祥 庚史 前网公侯李保 一周刺食礼中 将兵万余人 迅速汉 公孙树 遣其地徽 积保忠于民主 大破走之 数岁自立为蜀王 都成都 民宜皆赴之 东 耕时前中郎将归得侯萨 大司马护君臣尊使匈奴 受禅于 汉旧至喜寿 因送云当于亲属贵人 从者还匈奴 禅于于交 为尊萨曰 匈奴本与汉为兄弟 匈奴中乱 孝宣皇帝 府立呼寒爷禅于 故称臣以尊汉 今汉义大乱 为王芒所窜 匈奴亦出兵鸡芒 空其边境 令天下骚动思汉 芒族以败 而汉复兴 亦我立也 党父尊我 尊与相称聚 禅于忠持此言 赤梅凡崇等将兵入影川 分其重为二部 崇宇旁安为一部 徐宣泄露 徐宣泄露扬音为一部 赤梅虽朔战胜 而疲蔽验兵 解日夜稠气 思欲东归 崇等祭义 徐宗东向必散 不如西攻长安 于是崇安自武官 宣等从陆魂关 两道聚入 耕时使王匡承担 与抗威将军 刘军等分距 河东 洪农 以拒之 肖王将北逊燕赵 夺赤梅 避破长安 又欲诚信并关中 而魏之所计 乃拜邓宇为前将军 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 浅息入关 领自选偏皮以下 可与拒折 使诸伟 李毅 田丽 陈桥将兵 好三十万 与河南太守武伯 共守洛阳 抱拥田义在并州 萧王也河内险要富时 欲则诸将守河内者 而难其人 问于邓宇 邓宇曰 寇寻文武贝族 有牧人欲众之才 非此子莫可时也 乃拜祝 乃拜寻河内太守 行大将军事 萧王未寻曰 西高祖刘萧河关中 吴金为公以河内 当己足军梁 帅立马 帅立士马 防恶他兵 务令北渡而已 拜冯义为孟金将军 同魏郡河内兵于河上 以聚洛阳 萧王亲送邓宇至野王 宇济西 萧王乃富引兵而北 寇寻调侯粮至器械以公军 君虽远征 君虽远征未尝罚绝 为崔伟义谋判归天水 为萧孔并疾祸乃告之 更使朱崔毅 以萧为御史大夫 梁王勇巨国起兵 召朱俊豪杰 配人周建党并属为将帅 攻下济阴山阳 配储淮阳汝南 樊德二十八成 又前使拜西方贼帅 山阳较强为航行将军 东海贼帅董县为义汉大将军 狼牙贼帅张布为辅汉大将军 都清徐二周 与之联兵 遂专聚东方 其人秦锋起兵于黎秋 攻得其宜成等十余县 有众万人 自号储黎王 汝南田荣 攻陷夷颐陵 自称扫地大将军 转靠郡县 众数万人